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毛蛋的视频 你还能认得出来吗 听到小宗子的声音了吧 没错 我现在呢 就是在我自己的家里 因为这两天呢 姐呢一直在下雨 所以呢 我那边工作室呢 就没有去 就想着在家上录一录也可以 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 比较特殊的主题 估计大家看到 今天这期节目 应该就已经到了七夕这天了 所以先祝大家七夕节快乐哦 不管你今天有没有对象陪你过 有没有朋友跟你一起约会 大家姨都在这里 陪伴着 所以今天呢 是一期七夕主题的特别放送 我们可以这样坐下来 轻松愉快的get ready 服个面膜上上妆 然后给大家推荐推荐 近期我觉得比较好的产品 尤其这些产品我觉得都还蛮适合送人的 你可以送朋友 或者是可以犒赏一下自己 这个上半年辛苦的付出 不管你在事业上 学业上 生活上 大家都在拼命的努力嘛 也要适当的给自己放松一下 让自己享受一下节日的气氛 享受一个这个仪式感 对不对 好那我就从今天想跟大家推荐的第一个产品 开始讲就是我今天脸上附的这个面膜 看起来不太美观 但是呢 它这个效果啊 让我是稍微觉得有点惊为天人 其实这个面膜就是奥伦纳素的水银清爽面膜 它里面呢一共有四次的亮 就这样一瓶一瓶 我今天已经用掉了一瓶 然后这个是我的第二盒 它要比那种前男友面膜都要来得更有感觉 就是你敷上它之后 把它揭开的时候 我现在就可以揭掉了 把它揭开的时候啊 你会觉得你的皮肤真的很像剥了壳了鸡蛋 就肤色又这样 又嫩 然后样子呢也是粉粉的 很好玩这个东西 并且你还能觉得自己的毛孔变得特别细腻 所以它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即时效果 它这种效果是能够维持个几天的 就比如说我今天做完之后啊 第二天起来我在洗我的脸的时候 手碰到我的脸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很惊讶 我自己的皮肤有这么的滑嫩 你看就这样可以这样包掉 它这个面膜啊 是需要你自己把这个液体和粉呢 对在一起 你要准这个小碗 然后它里面有自带的一个棒棒 然后用它来抹在脸上均匀地涂开 大概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的 它就会变成这种有一点点凝固 但是不会让你皮肤拔干的一种状态 一种凝胶状态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接下来 我就是用了几次 觉得效果真的蛮神奇的 所以我在网上有查它的成分 就看看是不是有些神奇的 有效的成分呢 大家忍受一下我现在的状态 我要先把成分跟大家介绍一下下 这个不是推广啊 它里面有一些抗炎防护 舒缓修复皮肤的成分 比如说尿囊素 然后它还有一些保湿的成分 泛唇 还有可以吸附脏东西 清洁你皮肤的一个成分 叫做碳酸美 还有收敛你毛孔的一些成分 所以呢它就是一个比较综合 又能清洁又能保湿 又能收缩你的毛孔 细腻你的皮肤 提升你的肤矿 修复一些发炎受损 镇静你的皮肤等等 就它是一个比较全面的 起到一个急救的作用 让你的皮肤迅速达到一个 比较饱满充盈 水当当的那种效果 所以这个是我喜欢它的原因 好我现在呢要用清水过一遍 哎呦 我刚才小粽子真太调皮了 上房接瓦了 我要去整一下 好了我洗完脸了 哎呀我觉得呢 今天这个衣服穿的有点像大妈 跟大家约会一定要精致漂亮一点 我去换个衣服 挡住我的脸 不想用我的素颜见到大家 你们看这个是我已经用空瓶的 这个奥伦纳素的面膜 真的是相当的喜欢了 那我现在已经洗完脸了 那么洗干净脸之后呢 我们来上一个精华 那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个国产的精华 那就是之前也跟大家提过 透针的这个六胜泰青春原液 那当时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么好用 所以品牌送给我的时候 我只留了一瓶 然后很快就给用空瓶了 今天就用这个新的 我一般呢就是把它滴到脸上 直接挤到脸上 然后呢用手推开 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一个手指头 不太正常的话 就是因为我的湿疹还没好 大家不用大惊小怪 特别滑溜溜的质地 很好推开全脸 它里面的成分呢 大部分就是抗衰抗出老的成分 并且它的价格很便宜 限价比很高 并且它吸收起来很快 也不会搓泥 像这种透明的这种 要什么原液啊精华液 好多都是你在脸上搓搓搓 就发现开始搓泥了 好烦人 它这个呢不会 所以有的时候也可以配合一些这个按摩的手法 啊 这也是品牌告诉我 就是这种按摩提拉 你的法令纹 你的眼带这样往上提拉 用手 手要呈现这样挨了情的 然后呢推 这个手呢正好也可以推到下巴 这坠肉这些地方 我伤下巴就很严重了 很导湿补水 但是完全不会油腻 脸不容易浮肿的妹子 你也可以用这个手这样往上推一推 还有这种烧杯型 让你的苹果肌更立体这样夹一夹 轻轻的夹一夹就行 像这个六胜泰成分 对这个抗老啊 尤其是呢对预防你的表情纹 比如说你的法令纹 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抹完之后呢 脸是微微的有一点点发黏 像是长辈啊 用这个也完全OK 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玻尿酸啊 保湿成分 作为一个基础的 保湿剂也是完全OK的 并且它还含有六胜泰 可以同时给你抗一下衰老啊 好接着呢我们来涂一个乳液 也是我最近刚刚接触的这个产品 但是用下来现在已经 很喜欢了 它就是Cisley的一个乳液 全能乳液 价格真的挺不友好的 但好在它是蛮大碗的 就是能用好久 那我用它一般就是挤在手上之后 搂量一下 然后拍在脸上按摩一下 它这个味道啊 真的是人民币的味道 这一瓶大概得要1000块了吧 我喜欢它一个点呢 就在于它就比较适合懒人 那总有那么几天呢 我是真的不太想认真的做护肤啊 想偷偷懒 这个时候全能乳液它的功能 它的优点就是能够展现出来 那你单独涂一层它呢 你会觉得皮肤的滋润度已经足够了 那我现在是一个滚油的肤质 我用它呢觉得非常的舒服 整个脸就是水水嫩嫩的 完全不黏腻油腻 然后呢它又有一点点的封层的感觉 所以觉得你的脸的滋润度 保水度是完全足够的 那你后续上妆的时候也不容易卡粉 它其实成分你看上去会有点害怕 因为它里面是含有矿油的 如果你是一个油豆皮的话 听到矿油两个字一定很慌 没错就是矿油呢 它有一定的制豆风险 而且还有其他的成分 就会让你觉得这个产品 好像不是那么温和 因为我们查成分的APP呢 它只是在关注成分本身 是不是有制豆风险啊什么的 但它忽略了工艺和配比 其实这两个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方面 所以像是贵妇品牌它们其实拿手的 肯定是它们的科研部分 它们的技术开发专利啊 成分的配比啊 提取的工艺啊等等 所以优质的矿油 它会比植物油动物油更稳定 对某些皮肤来说是个更好的选择 所以这个东西也不要太迷信于这个成分 所以呼父这件事啊 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有学问 是要靠脑子的 不是你看看谁的视频 它说那个好用就完全适合你 学会自己分析然后找到自己适合的成分 涂完乳液之后呢 我们来上妆 因为今天也不打算出门了 不涂什么防晒了 那我上妆之前呢先涂一个 你们看这长得像一个斜油 隐形毛孔的妆前乳 玛丽代价是因为它有网店 但其实它有一个比较偏贵价一点的限制 在斯芙兰售卖 其实有些产品它品质是真的很好 妆前乳我觉得就还蛮好用的耶 前两天逛斯芙兰的时候 看到的就它挤出来是这种 有一点这种肤色的 有点黄黄的 然后其实这用量很少 这也是一百来块钱 你看这样涂完之后 这边就瞬间隐形毛孔了 我平时也会收到很多私信 问我这个毛孔粗大怎么办呀 其实就是用一个这种 隐形毛孔的妆前乳 你试试嘛 你不用买我这种 其实有很多像是反恐精英 就是一个口碑极好的 隐形毛孔的妆前乳 贝林贝的那个 那么今天的底妆呢 我也一定要选一个特别的 这一个 就是我真的粉底液里面最贵的一支 也是上千元了 千元粉霜 香奈儿的这一瓶 好香哦 感觉从我买的第一天到现在为止 我都是在不停的舔盖 现在这个盖还没有舔干净 其实像是对贵价的产品 我的要求一般都会更高 更严格一些 那这个粉霜呀 就完全没有让我失望 不过它也是真的很贵嘛 好用也是应该的 用刷子把它给推开 今天用刷子是Sigma的斜面的粉底刷 它这个粉底霜叫做奢华精脆粉底霜 它这个妆效的细腻程度啊 还有它这种自然的光感 不禁让人想到哇 难道这位小仙女是从小喝着干露长大的 这皮肤的质感真的简直了 那但是这个色号对我现在的肤色来讲呢 是稍微有点偏亮了点 因为当时买的时候冬天 夏天还是有一些晒黑了 它的妆效呀又无比的自然 遮瑕效果呢算是中低等的 那你的皮肤就是自然而然的散发着光彩 它的缺点呢就可能不太适合瑕疵皮 另外它的包装啊 整个玻璃的很大很重 只适合搁在家里当做镇宅之宝 不太适合携带 不太适合出差爱啥的 那也接下来画个眉毛 我今天用这个眉笔 哎呀这什么牌子我也不记得了 让它画一个比较自然的眉毛吧 我又想染头发了 染个什么颜色比较好呢 不想瓢头发 最近你们有在追什么电视剧吗 其实我本来不想追剧的 但是有一次就是跟朋友一块 看到他在追《沿袭攻略》嘛 我就看那么一点点 勾起了我的兴趣 于是我回家呢 把这个剧追到了现在 觉得我已经N年没有追过国产剧了 然后我看到最近 湖南台又出了一个新的剧 就是陈坤跟 妮妮 妮妮演的那个 跟里面明星呢 还有那种实力派演员很多 又引起了我的兴趣 不行不行 不能追那么多剧 还有好多合作产品要忙 现在我自己的刷子还没出来呢 你们再稍微等一等 那个应该会很快的 现在再调整刷型 那个刷子实在是太好用了 现在完全不骗你们 太让我骄傲了 那个刷子 还有那个VNK的眼影盘 现在也在合作中 开心吧 就是在选颜色在打样 就是看能不能做出我想要那个颜色的那种质地 还有颜色效果来等等 嘿嘿 新把盒小粽子出金了 我专门在那放了一个他们最喜欢吃的小罐子 定一下猫 你们看到了一只神秘的刷子 对这个是我以后要出的刷子 但是呢是之前做的一些样品是被我pass掉的 虽然它这个样品也很好用 但是呢我的要求比这个要更高 更严格 所以这反正没有被我用 这种这样局部的比较细节的三本刷还是蛮好用的 你们应该会喜欢吧 我定妆呢是用了MG的这一块 顺便呢还可以用这种这个刷型来修一下修一下脸 这吧 真乖 平时如果想快速的化妆的话呢 我都会直接用这个修容粉来扫眼皮 就是迅速的消肿 哇后面有一只大狮子 我后面的心吧 这后面大狮子融为了一体 这个刷子的刷毛虽然也很软 但是我要求呢能够跟整体的这个颜值能搭在一起 所以最后我用的那个选的刷毛啊 比这个更柔软 并且颜值会更高 显得更高档它那个毛料 戴一下鼻尖这样就好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形状的刷子啊 蛋型的这种扁刷 圆圆的松松的 是特别特别实用的一个刷型 然后简单的画了一个眼妆 上面有一些偏光色 还有一些小闪现 用的蓝眼影呢 我在这里就先不透露 来画个眼线 用的是完美日记的眼线笔 我刚刚呢加了一点点的睫毛 但是我好用的睫毛膏都搬到工作室了 然后我家里就没有一个特别像样的好用的 睫毛膏 就这样的 好 接下来呢 把蜡蜗用的是这一块 蜡蜗 Isses 然后我今天用的口红呢 是ZC的 实在是太喜欢他们家的那个粉饼 然后呢 我就把他们这个口红都拿出来重新又试了一遍 然后观察 我觉得这一支口红其实是很不错的 然后我今天要用这一支口红 这个是905 它是雅膏的唇膏 但是很显色很顺滑 这个覆盖唇色的能力呢也是很强的 就是调调 在上面脸上这个特别特别活泼的一个颜色 用眼签呢 把那个唇边稍微处理一下下 然后我要在中间叠加一个901这个色号 它的颜色呢就比较偏向大红色的那种 有一点冷掉的大红色 都在嘴巴中间就可以了 这个口红你们应该见过很多次了 它是这种磁吸的包装 你看上面这边有一个雷射的logo 我有见过这个品牌的研发人员 他们告诉我他们用的料体都是美国进口的那种 加一些那种风辣呀 还有对嘴唇比较滋润那种成分 嘴巴上的感觉呢是很舒服的 就是这个成分宣称是 孕妇也是可以使用的那种 颜色呢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搭在一起很好看 很活力很适合夏天 也很适合黑光皮 有这个提升你气色 提亮肤色的这种感觉 嗯好像我忘了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来打高光用这个stila的 漂亮的土豆泥质地的这个高光 好这个妆我们就完成了 它有两个我觉得还是值得给大家推荐的我今天很喜欢的产品 也比较适合送人啊或者是自己买来自己用啊增加这个生活的幸福感 就是当当我手里这个气味图书馆的一个墨浴露 一个身体乳 那我现在是经常在用这个墨浴露已经用掉这么多了 就是我说到它之后一直在用 那它这个箱形呢叫做两百开 有没有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很好奇 两百开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 这个这个味道就是特别干净清澈舒服 带有一点点苦带有一点点 那种好像是一种意境感很幽远的一种香味 就是它是很独特的味道 但是呢完全不奇怪 不会让你觉得这什么味道 就是那种它还是一个很宜人的香气的 但是这个香气是很有个性的那种啊 这个香味的独特性是非常非常重要 它可以一下子抓住你 然后我有研究一下它这个研发的背景 其实它是想唤起人们的一种那种童年记忆的感觉 就是像小时候啊 在外面玩了一身汗 然后回到家咕咕咕喝那种家长给你冷好的那种白开水 喝完那种满足感那种清爽感舒畅感 它是一个水声调的那种香型 好像略微带有一点点那种金属气息 就比如说那种大瓷缸哈 因为我收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是一个礼包来着 它里面就有送给我这个 瓷缸子是很怀旧 特别复古 它还送了我一个大铝壶 你们看到了吗 放在空调的最上面 然后让我就完全get到它这个产品 想表达那种意思那种意境 我非常非常喜欢 低调呢但是又很特别 让它洗完澡呢就是通体散发的这种香气 实际上能够吃个半天左右吧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呢 这个沐浴露我之所以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是因为我很喜欢它洗完身上的感觉 它很香很多泡沫 洗完之后呢不假滑 因为有很多沐浴露啊在夏天洗完就觉得 甚至还是滑滑的一层什么东西呢 不舒服洗干净 但这个就不会 洗完就是觉得有一点点像那种造叶的感觉 但是呢完全不干 就不会让你的皮肤有起干皮啊 或者吃空调之后皮肤觉得很紧绷 这个倒不会 就是它使用感的我非常的喜欢 像它的产品呢价格也不贵 但是又有足够的心意创意 我觉得真的很不错作为一个国货产品 也不用担心就是在街上跟着撞香啊 或者什么就是这个味道呢 就是很有自己特点 它不是那种街香的类型 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家居类的 就是当当 我手上那个漂亮的小瓶子 我觉得它精致的生活就是要从各方面 各个细节都要照顾到 那这个我是在就有一次就是逛街的时候 在一家瓷器店就发现了他们有卖这种 洗手液的小瓶子 这种小鸭泵的瓶子 我觉得很漂亮很方便 别放在家里呢就会觉得整个家是精致的 其实这也没有几个钱 就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的一个小东西而已 但是它就给人带来一个挺好的幸福感 我觉得没有必要买很贵的东西来取悦自己 只要你喜欢上这个东西很精致 很实用就够了 所以我最近啊就特别喜欢逛这种家居店 然后搜罗一些这种漂亮的精致的小物件 像是这种洗手液啊 沐浴露啊 我现在就会比较在意 之前的话就是随便买一买 那现在呢我就会仔细挑一下它的香型啊 仔细挑一下它的使用感受啊 用完是不是很滋润很舒服啊 就这些我就慢慢的变得比较在意了 就是活出了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的样子 好 今天的视频呢就差不多分享到这里 应该小粽子又会吃它的小罐头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了漆件 不多不少正好漆件 我觉得让人产生幸福感的好东西 希望大家会喜欢过一个快乐幸福的七夕节 联系攻略上不是说七夕节也是有一个就是女生节的那个意思吗 所以要为女生对自己好一点 幸福呢肯定会早早的来敲门 猝不及防给大家又灌了一碗鸡汤 今天的妆容大家还喜欢吗 以后呢再揭开这个眼影的秘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继续关注哦 拜拜 最后不要忘了点个赞 那我就给大家放松一个小彩蛋 粽子 别吃了 让给你星巴大哥吃一点 小粽子太能吃了 拿过来让星巴享受几口 不然他太可怜了 看他们吃饭就觉得好治愈 都能看半天 不给你吃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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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握手啊握手先握手再拜拜 高一点啦 高一点 先吧 拜拜 先吧 快快 快快 整示一下你的绝技快点 拜拜先吧 拜拜 好吧 握手 嘿嘿 啥时候小粽子能学会这项技呢 是吧 好了 给小粽子一点 小粽子要急死了 小粽子现在肚子都掉地上去了 你看小粽子肚子 还用手扒 哈哈哈 好可爱呀 好了 好可爱